今天中午春秋航空公司在大陆台湾之间的首个直飞航班从上海出发前往高雄 这也是海峡两岸这条客座率高盈利丰厚的黄金航线当中首次出现大陆民营航空公司的身影 今天中午12点20分春秋航空的A320机型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预计14点30分抵达高雄 回程航班预计15点30分从高雄起飞 抵达上海浦东的时间为17点40分空中飞行时间两小时10分 这次首航后由春秋航空直飞的上海高雄航线固定在每周三班周三周五周日各一班 目前的实际运营中上海直飞高雄航班的单程票价在2000元左右 经香港中转的单程票价在1500元上下 作为低成本林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公司表示 他们的票价会被其他公司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同时还会在网站和手机上推出部分特价票 此外另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吉祥航空也将在11月1号开通上海至高雄的直航航班 12月1号开通上海至台北的直航航班 这些民营企业的加入从某个意义上讲的 事实上给我们更多的感觉就是这里面一个公平的身份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行业管理部门 从这个政策上也开始给予了这样的一个相对公平的待遇 从这个来讲这个意义是很积极的 谢谢观看